为了促进各县市资源回收再利用成果交流 华联县环保局6号邀请到来自全国县市资源回收业务人员齐聚分享经验 作为推动资源循环永续策略参考 经党徐中卫表示期盼透过丰富的交流落实资源有效循环利用 也呼吁全民共同做好垃圾分类及资源回收 让生态资源永续循环 华联县环保局并且在11月6号和7号两天 并且在美轮饭店办理资源循环推动全国业务营陶会 并且由县长徐中卫亲自主持 华联县环境保护局并且针对推动资源循环推动的经验 来和全国各乡政市资源回收业务承办人员来分享华联的经验 除了刚才我们不断地感谢清洁队还有各地方政府的环保局以外 其实我们的环保志工还有要落实到家库 实践是很重要的 所以永续是花莲的日常实践在日常生活中 而且也是在今年我们花莲县政府7月份到现在 我们在推动一个政策推动 就是我们鼓励我们自己的乡亲在县内的环教场域里面 以及跟我们一起合作的绿色餐厅 能够如何去盘点它 能够减掉多少的碳足迹以及我们的食物的碳足迹的旅程 所以这个部分让花莲县政府官方处社会处还有环保局一起共同来盘点 花莲县境内的一些景点以及一些餐厅以及一些活动场域 让我们对于花莲县相机能够对于静零碳排还有碳足迹 以及如何实践源头减量还有预测经济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概括的观念 以及能够落实到偶尔相川 那这样子在以后再推动的时候 我想大家那个概念的知识已经知道 它就如何去实践 我想这就是花莲县 现在许中会同时也介绍花莲县环境保护局与花莲县时尚相川市清洁队员同步推动资源循环推动的政策 从经验中如何深化环保教育在生活当中 花莲县各个角落都有环保志工 义工也共同来守护每类的家园 全民共同落实垃圾分类及资源回收 让资源有效的循环再利用 记得终于华彩博物导